Hello 各位回到Store CCO channel的朋友们大家好 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于频道的支持和喜爱 大家最近都还好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 你将为什么而嘴角上扬 我们要看一下在最近值得我们开心确信快乐的好事情是什么 那最近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啊 我们有七颗行星正在逆行当中 当然了马上我们就会迎来精心的顺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去调整和提高一下我们的频率啊 让我们在某一些紧张或者说某一些压力的面前 可以感受到更多让我们可以期待的 可以让我们去调整频率和状态的好事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啊 这个好事件的预测和连结 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一则占卜 找到大家需要的能量和喜爱发生的事情 并且显化和引发它更快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都希望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平和快乐 并且敞开的姿态来面对我们这一场人生的旅行 相信在任何的一个状态底下 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更多美好 更多值得我们为之开心 为之雀跃 为之幸福和期待的事件 也祝福大家将最高的希望和最希望发生的人士 我吸引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祝福大家一切都好 也感恩大家和感恩宇宙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开始选牌之前的冥想 我们会通过声音振动的方式 帮助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调节 那如果呢 大家需要一个时长稍长一点的 比如说调整我们的脉轮 调整我们的频率 或者说各种冥想 可以来到我们的STAR CSO Healing频道 来选择大家需要的能量 来进行连结和补充 在这里呢 也感恩和祝福大家在冥想当中 获得以及取得大家需要的能量 那我们会通过声音振动的方式 帮助大家清理和进化 当下的频率状态以及磁场 并且对齐我们的各个脉轮 大家可以在声音振动的同时 放松 并且可以通过集中我们的意念 在呼吸上 来排除我们多余的压力 和一些频率上的思想上的杂质 和负担负面能量 也可以通过声音的振动 来对齐我们各个脉轮的能量 让我们可以跟宇宙 一个更好的连结 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或者在安全的状况底下 闭上双眼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宇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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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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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 我们今日的进化冥想环节就完成了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我们当下的频率以及状态 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透彻的畅通无阻的跟宇宙进行连结 当下呢带着这一股能量大家可以轻轻调整呼吸 睁开双眼让我们进入今日的选排环节 在我们眼前从左到右有三副组排 为了方便大家的选择我们今天也有三颗水晶石 作为参考那大家可以根据第一直觉来进行选择 我们监狱的主题是你将为什么嘴角上扬 好 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排参照的天然石室 好 一颗椭圆的草莓金石 好 我们中间的一副组排参照的天然石室 半点石 好 我们可以看到象牙白色的天然石上有黑色的半点 蛮可爱 好 我们最右边第三副组排参照天然石室 葡萄石 好 是一颗青绿体子色的水晶石 天然石 好 葡萄石 哪一副组排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 哪一副组排要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 根据第一直觉来进行选择就没错了 那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啊 一个general reading 所以你的能量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 所以如果选择的时候有一点犹豫 或者说对于两副 或者说哎 多副组排有感应的朋友们 你可以都点开来听取一下 有可能你需要听取的能量和讯息 在这卡牌当中 好 大家最好选择了吗 根据第一直觉就没错了 想好的朋友们 就让我们再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赌牌吧 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排 一颗草莓金石的朋友们啊 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 那今天要一起来分析的主题呢 是你将为什么嘴角上扬 我们要看一下啊 近期让我们开心 让我们为之一笑 让我们为之喜悦或者胜份的好消息是什么 呃 也帮助大家来看一下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 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 好 选到了草莓金石 嗯 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啊 Oracle对应的讯息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 嗯 Staring Night 嗯 我们看到的是啊 洒满星空的夜晚 对应的 信息和能量啊 Acceptance 接受 接纳 我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啊 嗯 有很多人 你们是 Starsis 嗯 这是第一直觉 第一感觉啊 你们是星际种子 星际小孩 一些朋友你们是啊 深蓝小孩 一些朋友是Crystal 水晶小孩 还有些朋友你们是Rainbow 彩虹小孩 嗯 在这个3D星球当中啊 无论你们身处何方 在做着什么 有可能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归属感 有可能呢 在啊 之前或者说 哎 我们到当下为止的人生旅途当中啊 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学会 适应 接纳 融合 融合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在周围的这个环境当中 跟周围的人进行融合 但是第一组朋友 其实你们内心当中 会有一种孤独感 或者说有一种期待 寻找归属的感觉 比如经常会问呢 我是谁 我来自于哪里 我为什么要来3D的星球 这张牌里边也代表了啊 你们在当下 已经开始去接纳 还有就是正在学会 以及学懂如何去接纳 第三副的 sorry 第一副的朋友啊 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你们当下 能量正在变得融合 正在变得透彻 也正在变得更加轻盈 更加温柔 大胆的去接受你们自己 包含了 我们物质世界的身体 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 我生活在或说我投生在不一样的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的家人 有可能和我的理想啊 追求啊 和我的理念啊 他们的文化理念和我的理念相去甚远 还有些朋友 你们毕生都在去寻求和寻找 有不少的朋友啊 这张牌也代表了 你们正在学习如何去接受 和接纳自己当下的存在 我是谁 我姓谁名水 我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因为来到这个世界的很多星期种子 或者是有特殊灵魂任务的灵魂 一定他们的灵魂在设置课题的时候 会有很多 别样的 别具一格的 或特殊的一些经历和旅途 而这个旅途其实代表了 我们正在寻找自己和归家 第一部牌的朋友啊 这个牌的数字是41号 你们再重新让自己grounding 去寻找一个真正的自己 并且有可能也在原生家庭 或者说当下所处的环境当中 去独立出来 而建造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其实是你们可以说的算的 所以让你们渐渐的开始去展露笑颜 让你们开始去理解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可以让你们为之平静 以及喜悦的好消息 就是你们正在去接纳自己 也正在融合自己 进入这个3D世界 并且创造一个全新的能量场和地球 有很多朋友啊 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神韵卡 这边我们抽的是Family 第一个能量啊 在满月的前后 首先你们有可能会和家人团聚 有可能会跟原生家庭的家人呢 以及许久不见的 你们思念的亲人团聚 还有可能呢你有可能会梦到 或者说连结到之前的祖先 之前的亲人 他们在深深的爱着和保护着你们 你们会在这前后收到能量 收到一些信息 不要害怕 这些信息不是来削弱你 也不是来打扰你 不是来干扰你的磁场的 而更多是让你去看到和理解到 你在被深深的保护着 接受和理解当下你的存在 你们在原原本本的 就是当下你的这个样子就在被爱着 还有些朋友啊 你们有可能会和原生家庭的家人和解 有可能你会拥有还不错的一段时光 是和你的家人相聚 紧接着第二 第二个能量啊 很多朋友你们将会 很快找到和遇见你们的正缘 或者说可以跟你们去组建 融合家庭的人 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孤单的 如果之前一阵子啊 你们是孤单的 或感觉到自己不被接纳 原因的根源在于 你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实实在在 完完全全的接纳 三地世界的自己 或者说读懂和看清楚这个课题 有可能我们还在困惑中 或者说懵懵的 还在去寻找 还在去观望 而在这个阶段里边 你们会渐渐的理解到 你们是谁 并且你们想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在你们内在 这个课题达到了一个完整 达到了一种圆融 也开始去用同样圆融的方式 来包容自己的时候 可以包容你和连接你的人 必定会出现 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不是孤独的 我看到你们的祖先告诉你们啊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将会逐渐的走上一条在感情上 在情绪价值上的正轨 你将会在情绪价值上是自 自给自足的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片 非常具有能量的 非常让自己舒适和安静的频率领域 在这个领域当中 你可以去显化你的能量 你可以去吸引 也可以同时跟宇宙 以及祖先许下愿望 你们的愿望将会成真 有不少朋友啊 这个愿望成真的 Sign 就是说现象 或者说 哎 我想要一个证明是什么 你们会梦见的 梦境当中啊 有可能有不同层级的梦 或者说不同维度的梦啊 不同的情形 不同的光 但是这些梦都指向着 你们可以回家 第一步牌的朋友不要担心 呃 这个旅途你们是可以回家的 也可以找到你们的归属地 同时 现在无论生在何方 无论在做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 这个旅途也是你自己设计的 也是为自己设计好的 因此你的家人 灵魂的家人啊 灵魂的伴侣 或者说你的源头 在鼓励你向前去创造 你想要的啊 一片花好月圆 鸟与花香正在等待着 第一副牌的朋友们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两张卡牌当中 所连结和感受到的 很美的能量 那我们进而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 呃 未来的这段时间啊 当然这是一个 相对来说在频率和磁场上 嗯 很美的一个能量场 还有就它会 是一个长时间的 那我们看一下 在短时间之内啊 这个时间段之内 我们会为了什么 而随脚上扬 嗯 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 让我们为之欣喜的 喜悦的事情是什么 Temperance 节制牌啊 Page Pentacles 金币的事从牌 Night of Swords 保险启事 很温馨 很被疗愈的感觉啊 首先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你们将会学会一些方法来疗愈自己 还有就是之前你们在寻找的疗愈自己的方式正在奏效 有不少的朋友我看到啊 有天使和精灵在帮助你们 如果最近在做一些创作 在事业上做一些创意 还有很多朋友啊 我们刚刚所说的 有很多朋友是心悸小孩 心悸种子 那有可能你们会带有不一样的天赋 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啊 你们在接收频率和磁场的时候 有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些建议 一些感受能力啊 这些感受能力的传递 也代表了你们在被疗愈着 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呢 你们会 放松生活 或者说你们开始着手去创造一个 可以让自己舒适的生活状态 有些朋友在灵性修行上会有提升 有些朋友在个人的能量场上会有 不错的一次推进啊 向上的一个提升 紧接着还有一些朋友 你们在身体状态上会出现一些舒适 轻松 缓解啊 病痛啊 比如说身体哪个地方是比较僵硬的 或者说有一些慢性疾病 有可能在面临着渐渐被疗愈的可能性 很多朋友最近这个阶段 你们会慢下来 也会耐心的对待自己 尤其是你们会耐心对待你们的身体 对待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 也会有一个良好的整理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小确幸 还有就是如果生活比较忙碌的朋友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会比较有条理 而且你们也会比较有 将灵感脚踏实地的创造出来的能量以及能力 你们会更加的集中注意力 做你们喜爱的事情 还有就是当最近的这段时间 你们的创造能力将渐渐的散发出来 一个长线的新的创作旅程 或者说一个新的项目 正在油然而生 正在你们的执笔之间 或者在你们的起心动念之间 正在被创造 所以好的消息就是 最近让你们开心的事情 我看到有可能是一件小事 比如说你们做了一餐自己很喜欢的饭 或者说突然的你们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再去创造一些什么 创作一些什么 还有就是有可能周围的一些朋友 我看到可能是远方的朋友 将给你们带来一些可以合作的 或者说可以将你们之前一个时间等待的 或者说静置的理想 重新实现的好机会 所以说有一些好消息也即将到来 有不少第一副牌的朋友 我看到其实你们当下在一个能量缓解的状态之内 有很多事情比较易于慢慢来 还有就是 你们最近其实是过得比较亲近的 哪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里面要面临很多人 但是你们还是会着手为自己创造一个 属于你们的能量场合环境 比如说周末让自己静下来 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做一个DIY 做一个手工 手工艺品等等 或者说写一些什么 或者说将你们的一些灵感记录下来 还有些朋友就是你们最近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 很天马行宫的想法 有可能短时间不会实现 但是不要忘记记录下来他们 因为在未来的这个时间段之内 有不少的朋友看到 长线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未来一到三年之内 你的事业旅程 如果短线上来说的话 那就是未来的 这两到三个月之间你要做什么 基本上你可以为自己去真正的确立和整理好了 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回归了正轨 如果最近呢 比如之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焦躁焦虑 或者说对待一些卡住的问题 束手无策的朋友啊 这些卡住的事情已经都可以渐渐的缓解了 我看到啊 你们现在适合慢下来 你们也适合不让自己去占据任何事情的主导权 就让它发生 让它发展 所谓的啊 在surrender臣服之后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宇宙帮助你做的调节 所以真正啊 宇宙在介入这件事情 并且给予你的信念 给予你的理想和希望 以及祈祷以能量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是会发生一个瞬间的迎刃而解 所以不少朋友我看到 当你们在最近这段时间 开始在内心当中变得平静了 或者说变得更加确信自己了 甚至我在一些纷争当中 我在一些很忙碌的状态当中放弃了挣扎 这个挣扎不是我们放弃机会 而是放弃去struggle 去用很大的能量去控制 或者说去着手改变 而在这个过程里边充满了焦虑啊 我觉得这个单元已经过去了 对待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 这是你们可以为之嘴角上扬的事情 因为这代表了你们的好运和顺遂即将到来 我们这边看到有一张 devil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啊 你的祖先 尤其是女性祖先在告诉你一个消息 在最近这段时间 他们在帮你屏蔽掉一些负面的能量 尤其是人 因此呢 如果有一些朋友 你们当下面临了一些负面的让我们疲惫的不可预计的 或者说哎我们有一种不良好的预感 这件事情有可能不会按照我想要的发生 你的祖先在帮助你去将这些负面能量斩断 拦截和清理和化解 因此有可能一些drama或者说特别是在事业当中的 或者说是在我们遇见的人事物当中啊 有一些小人呢 或者说有一些在生活当中对我们不太诚实的人 我看到有可能他在为你设一个trap 比如说是隐藏的陷阱啊 一些圈套啊 或者说是一些 将我们的能量无形当中消耗完 或者说吸走的啊 能量吸血鬼 正在悄然的离开我们的生命 因为上面我们看到的是thread of cups 有不少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正在自己啊 就是自身你们也正在去学会如何去进行这个能量的判断 整理 以及如何去跟对的人进行连接 所以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之内啊 你们的生活也面临了一些人际关系的人群的改变 或者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情感当中 也正在去重新辨别 我看到其实你们的生活正在回归正轨 而这是最让你们在内心当中感到喜悦的事情 一切正在蓬勃的发展 而且悄然无息的正在变得更加友善和有能量 还有一些朋友啊 你们将会离开负面的竞争压力和纷争 如果有一些人 他们的言语行为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影响到你 还是一样啊 带来负面的消息 能量 比如说让你纠结 让你有压力 让你怀疑自己 让你委屈 让你震动 内在的消耗 或者是妒忌等等 我看到这些人 他们也正在无形的消灾 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啊 是你们重新治愈自己和整理你们能量场的时候 也是一个阶段的过渡期 我看到在当下到今年的年尾 有很多朋友你们的生活将会重新步入正轨 那这个正轨呢 有可能是一些朋友 你们的事业将会重新的回归到正轨啊 有可能会拥有新的工作项目 工作机会 或者说找到工作 拥有offer 还有些朋友就是 你们将会离开让你们纠结的人 或者说人群 群体等等 然后策马加鞭的朝你们 应该去建设的生活状态 飞奔而去 因此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啊 不管当下你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还是说正在重新寻找什么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建筑一个更加健康的能量场 而且呢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你们过于努力的 这边我们看到的Temperance的卡牌啊 你们只要给自己耐心 只要在当下适当的去保持你们生活的一个节奏感 比如说哎 我每天应该几点起来 然后我每天应该去为自己做一些什么 或者说我每天应该经营个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你可以让自己在一个相对来说中等的频率当中啊 不需要紧赶慢赶 或者说也不需要让自己过于缠净在什么样的一个停滞状态当中 嗯 你就可以让自己在最近这段时间渐渐的回复能量 并且这个能量一旦出现 你们会有非常清晰的判断是你们需要什么 而且你们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有个别的朋友 我觉得啊 当下这个能量的转变会连结了一件好事啊 这件好事有可能会发生在年尾12月到1月 或者说是啊 未来的4个到5个月之间啊 我们看一下这件好事是什么 death 出现了死神牌 page of cups 9 of cups 我看到你们将会领到一个奖励 宇宙给你们的奖励啊 嗯 有些朋友是你们的事业将会产生一个蜕变 如果在转换行业啊 转换赛道啊 或者说再重新发发掘你们的兴趣 重拾你们的兴趣和一些创作计划的朋友 啊 这件兴趣有可能会得到嘉奖 有可能会被关注 有可能会让你 重新爆发出非常强烈的光彩 让众人看到 所以我不少朋友如果在最近这个时间段之内啊 正在着手 比如说我在去创造我自己的社交媒体 我正在去建立我的创作室工作室 或者说我正在去 找机会 寻找工作的这个合作项目啊 和一些好的业务 我看到在11月之后 有一些人将会回归到你们的社界 这个回归啊 我看到其实是有可能你们之前失去的机会 或者说你们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 因此有这样的词汇 还有一些朋友啊 我们在这个牌当中也看到这个背影 这两个背影代表了一种守护 所以你的某一个逝去的家人 亲人正在天空当中守护你 当你去看到星空啊 Starring night 当你看到闪闪亮亮的星空的时候 祖先正在安抚着你 也正在帮你去搞定你最想搞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会连接着什么连接着你的 成就感 连接着你被众多的人关注 信任理解和支持 也连接着你的愿望和你的灵感 正在连接啊 比如说我的愿望引发了我的灵感 而我的灵感同时又实现了我的愿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循环 我们的卡牌这边都是正位的啊 这件好事最快一些朋友在11月啊 未来三个月之后会得到 有些朋友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四到半年 四个月到六个月之间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我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你独自去打开的 哪怕有可能有一些合作方 然后有一些需要去同你连接 然后同同你相互协作的人 但是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要感谢自己 也要感谢你的祖先 因为我看到其实你是一个 既会去思考又会动手的人 内心当中也有非常多的 美好的情绪灵感 情绪也是你们的灵感 同时你们也在这个阶段里边 开始学会如何动手去创作 因此有很多朋友 你们可以去寻找到自己的一片发展空间 而且将会真正实现你们的一部分的愿望 这个愿望当中也有金钱 也有生活的质量啊 比如说我要提高我的生活质量 我需要一份副业啊 我需要去 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 比如说一些朋友你们是社群主啊 你们是YouTuber啊之类的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个别的朋友啊 很明显的还有一个信息是在11月前后啊 当下是9月 你们将会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完成你们的一次蜕变啊 比如说很多朋友 我们每次占卜都会看到蜕变呢 转化呀 灵魂的暗夜呀 那我觉得在这一组里边 其实时间点应该都差不多啊 在11月前后我们的 很多心都在顺行 并且也完成了啊 我们今年全新逆行的阶段性的 嗯一个能量的洗礼 所以在11月之后看到你们的生活还是一样 正在渐渐的回归正轨 而你们会为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经历感到 值得 感到荣幸 因为这造就了一个更加有能量 也学会了如何去理解自己 如何去整理自己 如何去重新启程的你们 所以你们将会送走一个过去 嗯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 打比方啊 嗯举例子 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亲人离开了你 比如说重要的宠物离开了你 比如说一个工作阶段 学习阶段离开了我们 有一些朋友失恋 没有关系啊 我看到祖先和宇宙在告诉你 这全部在帮助你去做一个能量的转化 以及及时止损 因为如果在这样进行下去 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在 很多负面能量场当中被卷进去 并且 以后漫长的一个阶段 有可能不太容易转化和回头 所以在今年的11月当中 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送别 自己之前的一个阶段 一些负面的 或者一些让自己纠结的 让自己不能放下的 或者痛苦的一些回忆 并且这些回忆和这些经历 将会启发你 让你重新创造 让你真正的热爱这次生命 也热爱这个三地张东的旅途 我觉得衣服摆的朋友 其实你们是热爱这个三地的 然后你们也是有自己内心里边 真正真爱的 想要去尝试和创作的事物的 所以不要担心啊 这一切 如果你们觉得 有的时候我是 是被公办的 就是说我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我的功劳只有一半 所以呢有一种力不同心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们可以都把它交给宇宙 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这也是你们的灵魂的约定啊 这也是你们的灵魂的契约一部分 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将为什么嘴角上扬啊 首先能够帮大家看到的就是 你们的生活在回归到健康正轨 然后你们的很多多余的思绪 冲击的情绪 或者说给你们带来这些翻江倒海的能量的人 正在渐渐的远离 或者他们的对对待你的这个负面能量场正在消去 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一个同事 或者说一个朋友啊 最近总是会对我输出很多啊 他们会渐渐散去啊 因为你的祖先出现 这一切将会变淡啊 或者说你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阻碍呀 一些负面的人事物啊 也将会渐渐淡去 我看到其实你们躲过了一件让你们很纠结的事情 哪怕这当中也代表了一些失去啊 但是没有舍就没有得 第一副牌朋友舍得啊 舍得让自己去经历这些 也舍得让自己 失去或者说暂时的失败和面临某一种挫折 并不是你不值得 或者说你不会拥有 而是你将会在这之后 避免掉一些可能的 将你带入负面情绪和磁场当中的事物 并且走到一个更加健康和更加可以创作 以及更加支持你的环境 以及磁场当中去 我们说啊 我们在做光的工作呀 有很多star sees 然后有很多光职工作者 或者说决心者在做什么 我们在立志啊建立一个new earth啊 新的星球 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些计划 或者说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有可能已经早被我们自己来安排和制定好 我看到其实一旦你们的智慧啊 重新占领了高地 一旦你们重新的平静 你们一样会非常健康 以及拥有非常多爱的能量 紧接着你们的财富将会出现 你们的一个well being 一个稳定的舒服的 而且既可以创造又可以创作 又可以风啊 丰收的一个生活状态也将会出现 还有一个比方 比如些朋友你们失业了 或者说哎我被踢出了一个群组啊 我被fire 或者说我这个阶段里边有一些朋友离开了 我都不要担心因为这张devil in reverse就代表了 如果再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有可能这件事情会让你拥有更多的负面能量 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啊 打打个双引号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 或者说你们可以在这个之后 真正的去看到自己取得了什么 并且避开了什么 这也会让你们嘴角上扬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副牌朋友还有什么样的 可爱的好事 让我们为之欣喜的消息传来呢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啊 page of source 这这一副牌当中出现了很多侍从牌 代表了尝试 point of pentacles 代表了一些新的项目的展开 或者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的到来 那如果从好事上来讲啊 大家也可以期待明年的春天 北半球的春天在三月尾开始啊 明年度哦 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迎来财富上的 还是一个稳定的阶段 一个可以收获的阶段 你们的创作和创意有可能会被 被一些组织啊 群体啊 被这个出版方啊 然后被啊一些 金主啊 或者说一些客户啊 所真正的追捧 采纳 并且你们可以在这之后 真正的看到属于你们物质上 丰厚的成果是什么样的 有很多朋友会在明年的三四月之间 开始一些新的计划 或者说开始旅行 开始远行 啊 你们有可能会离开一个封闭的环境 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啊 啊开始 还是一张Nine of Cups 将你们更高的梦想 重新的 嗯 拿出来开始实现 开始实践它 嗯 在这些牌当中啊 我能够感受到宇宙正在看着你们 而且在教会你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 突破一些可能的困境 呃 这个过程里边会有来帮助我们的人吗 当然会有 如果有一些朋友 你们失去了一些朋友啊 失去了一些好朋友 或者说同事同学之类的 会有人重新造访啊 这个人我感觉到是来帮助你 给你带来好消息的人 所以经常会有给你带来消息 以及给你带来能量的人 他们的周围有可能有跟你相通的大天使 有可能他们受到了你的祖先的一些 啊灵感上的推动和指引 总之你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并且可以让你走得更远 有可能飞得更高 有可能拥有更好的机会 到更高的啊更好的平台去 或者说你们将会在更高的频频率啊 层级来看待 当下你们在处理的这些问题 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在呃 个人的比如说在创业 或者说在事业工作上 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在财富的丰收上啊 收获上 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阶段 所以呢 啊我看到宇宙在告诉大家啊 在最近这个阶段 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 尤其是在个人的发展啊 你们的身份地位名誉啊 还有就是升职加薪 或者说我们在财富上的一些期望 是非常容易被实现的 大家可以用心期待啊 还有就是按部就班的做我们的一些事情啊 有一些朋友你们将会重新获得更好的机会啊 嗯 还是一张page of source 想帮大家来看一下在情感上 或其他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啊 第一组我感觉到其实对待你们来讲 很多都是创作和工作上的啊 事业上的或者学业上的 king of bandagos 我们看到是金屁国王和金屁皇后啊 因此我看到和你们可以共谋计划的啊 你们的帮手啊 然后你们的合作人呢 啊或者说对你们非常 喜爱的上司你们的贵人将会出现啊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金主 比如说一些朋友你们在着手做公司 你们在做自己的 计划项目啊 或者说你们在公司当中正在去 期待一些突破啊 你们的成绩 你们的耐心 然后你们的付出正在被看到 所以还是一样 第一副iPhone你们的贵人运很好 还有些朋友是你们家人会给你们带来很多幸运 或者说好消息 或者说长辈啊 男性女性长辈都有 会给你们带来丰厚的资源 有什么吗 5Bones 情感上啊 不少朋友我觉得你们应该是 刚刚分手 或者说离开一些纠结的情感关系啊 比如说哎 我和这个人拉扯蛮久了 非常疲惫 还有些朋友就是你们有可能刚刚在 呃修养 然后在比如说一段 情感经历当中修养 然后期望重新启程 你们可以重新启程 所以我看到啊 这个启程的时间 每一个朋友不不一样 大约在5个月的前后 嗯还是一样 你们情感上重新启程的消息就会到来了 我看到啊 这个让你们嘴角赏扬的事情是 你将会有突突如其来的访客啊 这个访客是什么人 一些朋友他有可能来自远方 有可能他是你啊之前的同事朋友同学 还有些朋友他有可能是新人啊 不过呢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跟你在事业上 呃或者说他是你的邻居 或者说他是你啊隔壁组的呃后辈啊 但有些朋友会说我不喜欢这场恋情 我不可以这场恋情 那他有可能是啊 你在学生时代的啊 某一个同学 或者说某一个同装的朋友之类的 我看到这个人将向你的生活靠近啊 并且他正在去制造一条路向你靠近 所以这个嘴角赏扬的消息是 在你不抱期待 在你正在精心的打造你的生活 享受你的人生状态 或者说享受你的一部分丰收的时候 有可能意外的啊 会有可以陪伴你的人出现 并且这个人在理念上 在他对于你的这个理解上啊 我感觉到是非常欣赏你的 以及非常理解你的 有些朋友我觉得啊 如果我面临竞争 比如说我在这个下半年度当中 工作呀事业呀等等啊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不要担心 你们的实力将会让你们更加顺遂的 以及顺水推舟的来到你们需要的港口 然后你们会有更远的航向 个别的朋友觉得你们容易在事业和工作当中 工作啊以及合作啊 有可能是合作啊 以及同行 比如说哎 其他公司 但是我们有可能是同样专业 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交流 意外的遇见非常之同道合的人 这个之同道合的人 potentially啊 潜在意义上 他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另外一半 如果单身的朋友 那如果呢是看事业的朋友 他有可能是你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长期的 长久的 或者说像是你亲人 家人一般的 他有可能是你的 嗯 你灵魂的家园的家人啊 就是灵魂的伴侣 或是灵魂的亲人 等等都有可能 这这组牌里边啊 金币能量都聚起了啊 金币骑士 金币侍从 金币王后 金币国王 所以啊 很多图像星座的朋友会想到这一组啊 摩羯 厨女 金牛 我还看到射手座的朋友 还有一些啊 风向星座 嗯 好 所以啊 如果在情感上有一些困惑的朋友啊 嗯 首先可以让自己先grounding啊 在个人的发展上 在学习和事业上立足 并且你们将会有非常有趣的 或者说你们喜爱的啊 比如说在你们喜爱的事业和领域当中 有所成就 我看到有可能你周边有一些啊 人他们看似比较闹啊 看看起来比较吵啊 或者经常叽叽喳喳的 然后并不是很稳重啊 或者他们话蛮多的 我看到相反这这样类型的人 他们其实内心是比较单纯 而且有可能意外的会给你带来一些资源和消息 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正缘 或者说跟你们可以去谈感情的人 是细水长流得来的 一定是你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念 以及你有可能在生活事业当中 你们可以去相互帮助和帮衬 所以啊 如果是看感情 你们的正缘将会悄然的走进你们的生活 虽然说不并不一定是 嗯 干柴与烈火的 或者说像是火花四溅的啊 这样的一个 情感模式 对方对你一见钟情的 我也能够看到 有些朋友是有一见钟情 但是一方的 嗯 anyways 这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你们的情感是通过时间的积累 去发酵 而且越沉 越 越 越稳 你们越会为彼此创造更多的价值 给予更多的陪伴 有不少朋友啊 在未来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会有不错的这种交友运 或者说会有不错的合作运 以及有不错的事业运 所以你们将会为这些生活当中所传来的一些好消息 而感受到开心和喜悦 这是你们嘴角上扬的 嗯 信息 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耐心和细心的开始生活起来啊 所谓的生活 有可能我们生活在都市啊 或一些朋友你们是远行啊 离开家园啊 有可能每天 嗯 我们要吃快餐 我们要喝咖啡 然后我们要呃 加班 或者说我们要就赶很多车呀 赶很多会 但是呢 在整个的这个牌卡当中 宇宙也正在告诉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让自己在这个频率里边 渐渐的release出来 释放出来 很多焦虑 或者很多我们 比如说我要我要自免 我要做得更好 其实来自于你的内在 对自己的一部分的不接受 并不是说你不接受啊 自己的嗯 比如说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啊 并不是 而是内在里边有可能你不太接受 作为3D世界的一个人啊 这样的一个一员 我要去啊 战胜很多阻碍 我要去抵抗我这个先天DNA给我的阻碍 哎 比如说 嗯 比如说我就是这一个身高 但是我为了在业界当中可以啊 有更好的发展 那有些朋友有可能是公众人物 有些朋友可能就从事艺术 你们要去做更多的努力 这当中其实也有你对待自己的不接纳以及排斥 甚至是对于原生家庭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边啊 宇宙首先在告诉你 你就是完美的小孩 你是宇宙完美的小孩 因为你的计划 你的这一次的使命 你在完美的去完成它 所以当下无论你在遇见什么 基本上都可以有很强烈的保护 还有就是你会有突破的 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们也会更加热爱和肯定自己 以及拥有更多的机会 慢慢的去生活 慢慢的去创作 或者说 哎 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在赶 比如说我在赶着去升职 我有很多这个竞争 我看到顺着你们的能量场往前去推动 你们一定可以去为自己争取到 不错的一片发展蓝图啊 发展的机会 如果这个机会失去了 或者说流走了 这代表这个机会有 有可能它是负面的 你需要让自己真正的正视你的能量 并且通过自己的能量场去建立一个 让自己舒适的生活状态 经常啊 你们也可以人工的啊 经常让自己嘴角上扬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快乐和平静的喜悦 并不一定是大笑 或者说一定要看什么样的喜剧 要去哪些地方旅行 才可以拥有这样的状态 生活里边经常让自己啊 陪伴安慰和理解自己一下 你们会为了自己这种状态而感觉到欣喜的 我看到这是一种状态的调节啊 嗯 最右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 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10号 Changes 这张牌代表了你们的一个cycle结束了 嗯 在未来的三到四个月啊 顶多是那个时候你们将结束 还有就是你们不会孤独 我看到其实这个改变是什么 首先是死神排台的改变 是一种蜕变 灵魂暗夜的结束 还有一些朋友 你们的内在构造在发生改变 所以有可能你最近的这个灵性修行啊 或者说你的一些能量状态已经潜移默化的跟以前不同了 新的你就在你意识到你是新的人的当下就已经产生 并且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生活 所以无论你的生活周边或者说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动 它都代表了你在重组 你再重新的去组合 重新的去修复复原 或者说重新的去创造你的能量 在一个更加积极和更加有 属于你的 能量状态的这个这个web 这个波动或者说这种频率的运行之下 来创造属于你的人生 所以这两张牌啊 你们最近的aura蓝色啊 你们的光也代表了 其实你们正在变得更加柔和 你们的想法 你们在听到的信息 以及你们传达出来的信息 会更加帮助你们 理解自己也理解周围的人 并且啊 如果这件事情不再support 不再支持你 不再给予你能量 你可以将这些负面的频率 全部排除在外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新的自己了 我看到你们在被光治愈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changes 是当中一些分子当中的一些频率啊 它正在被排除 然后再重新的去生成 所以如果一些朋友 你们最近在疗愈你们的身心灵状态 还是我们开始所说的身体 皮肤 头发 然后精神状态等等 都会变得更加向上 还有是这是一个转折点 最近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会让你感受到更多 你的生命的活力和稳定啊 你们在重新grounding 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海底轮 其轮再重新扎根 你们也在变得务实啊 这是很好的 第二张牌我们说的是Face House 第五宫Creativity 这张牌我们看到马戏团有戏剧啊 武功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娱乐 代表了创意 代表了 艺术 电影 音乐 绘画 也代表了小孩 武功也代表了约会 恋爱 爱的感受啊 它是一个精心的功 所以第五宫啊 就是创造力 我看到你们其实会 会从很多这个影视剧戏剧 或者说你们会在 不同的生活场面当中 吸取到非常多的灵感 来帮助你们创造 有些朋友啊 我看到你们最近有不错的这个娱乐运啊 所以你们可以去这个游乐场啊 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地方 走一走 特别是充满孩童气息 让你们可以为之一笑的 让你们也可以为之一哭的啊 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阶段里边啊 第一副牌的朋友 适当参加一些娱乐和活动 娱乐活动 比如去个游乐场 去个公园 吃个躺 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啊 木星的狮子义工 通过这些 能量的转化 然后通过你在做这些事情 比如一些朋友 你们有可能是工作狂 你们有可能生活里边是 安排的紧紧有条 你们有 比较完整的啊 这个时间表的分配 所以你们有可能 不会给自己那么多的时间 但是当你们去做了一件 小孩会做的事情 当你们去 给自己一个突如其来的小假期 或者说做了一件 比如说我突然买了一张电影票 我买了一张音乐会门票 我要自己去欣赏一下 你们都会在内在爆发出一种创造力和表现能量 这个能量会让周围人看到你们的光 还有就是你们会更有领导的能量 你们会将这个能量散发出来 所以这也帮助了你们去做真正的 比如说一些意见的决定 一些创造 一些真实的改变 有很多朋友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的言语是很有影响力的 很有 鼓舞人心的能力 还有就是 在学习和接受信息 在跟人沟通这件事上 有可能你也会拥有 我觉得是更加强的一种包容能力 因为这个蓝色的光是喉伦的牌 所以第一部牌的朋友 你们也可以去修复和打开你们的喉伦 尝试一下去表达 去歌唱 去甚至是演讲啊 表演都可以啊 好 这就是帮第一部牌的朋友看到的能量啊 感觉很美很可爱 还有就是 我们生命当中嘴角上扬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开心一下的事情其实蛮多的 所以呢 第一部牌的朋友 你们也一样 有的时候 然后你们是啊很清澈的 然后你们是睿智的 然后你们是有点孤独的灵魂 但是现在宇宙也正在通过这个占卜 来告诉大家 你们也拥有很多的可能性 只要你们愿意去转化 你们可以创造你们的生命在任何一个状态 并且在一个高频率的状态底下 你们可以去显化非常非常多 你们想过的或意想不到的幸运 这幸运到底是什么 你们可以去决定它 在满月的时候去许愿 以及跟家人进行一些联结和互动 会给你带来幸运 也可以一些朋友可以祭拜一下祖先 好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上第一副的朋友 得到大家需要的讯息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平安以及幸福 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选到第二副组牌 我们的一颗斑点石的朋友们啊 嗯很可爱的一颗天然石 神语卡都已经抽好了 那今天我们要起来看的主题呢 是你将为什么嘴角上扬 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这段时间 是什么让第二副组牌的朋友 微笑开心或者是喜悦 或者是为之精神一阵 有一种嗯快乐的能量频率啊 嗯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了斑点石的这一组的朋友们 我们的Oracle神语卡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大家能量是如何的 我们抽的是Frog Spirit 青蛙精神啊 又是这张牌啊 Renew ok Renew ok 我们看到是啊 青蛙王子有没有啊 在被这个精灵或蜻蜓公主啊 所 点醒啊 当然了啊 在这个画面之后 有可能王子就会真正的出现 首先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的能量场在被reset 或者重新的这个setup 因此呢 有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可能是满月之后的这一段 未来看这一次占占卜的朋友是上一个满月开始啊 你们在睡梦当中有可能会一点点的感受自己的能量场在被重新进化 重新打开 你们的顶轮在打开 所以你们有可能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不管在睡梦当中是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样的声音 什么样的频率 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做很层叠的梦啊 有个别的朋友会说我在做噩梦啊 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们的灵魂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帮助我们去排毒 以及重新调整到一个新的状态 你们在重新的归新啊 调整到新的状态 因此呢 第二部牌的朋友 有很多的事情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正在以更高的能量重新开始 你们也是一样的 王 青蛙变王子啊 刚想说王子变青蛙 说反了 青蛙变王子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 你们将会打开你们的潜能 甚至你们的生命当中会遇见很神奇的人啊 看到是人或者说是灵魂 来帮助你们去做未来一段时间的成长 或者帮助你们去完成情感的课题 这张牌其实也有情感的能量存在啊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第二部牌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会迎接一个新的感情机会 一个新的情感cycle啊 一个新的循环 一个新的大门将会敞开 个别的朋友 你们将会遇见新的人啊 这些人对跟你们之间是有灵魂连结 或者灵魂契约的 基本上呢 灵魂伴侣是比较多 那这一副里边 我们也看到一轮圆圆的满月能量啊 所以满月对待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来讲 非常的重要 在帮助你们去驱除掉 很多负面的能量和压力的同时 也在帮助一些新的人事物运作 并且输送到你们的生命里边 所以啊 注意一下满月前后出现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人 事物 有可能会帮助第二副组牌的朋友 得到全新的灵感 首先你们是缔造这个神话的人 所以有可能这是你们的许愿 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会遇见被你点拨的人 或者是点拨你的人 因此呢 这个奇迹和这个miracle啊 这个神话也将在发生在你们的生命里边 所以不要担心啊 出现在你面前的有可能看似 他是比较幼稚的 他是比较毛躁的 或者说啊 他蹦蹦跳跳的啊 看起来不够稳定啊 看起来不够成熟 或者说他在事业上 他在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合作伙伴 他在做一些事情上有可能跟你的呃 想象不同 但是这个人他是来帮助你去疗愈和 肯定证明自己能量的存在 有一些新的连结正在打开 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正在 调整到一个对的状态 就等着我们去按下这个on啊 等待我们去重新启动它 因此第一副牌的 sorry第二副牌的朋友 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 我们看到这个20号 我觉得很多朋友将会迎来一个花好月圆 有可能在我们 我们最近的这个花好月圆将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啊 中秋节九月 九月尾对吧 嗯 还有一些朋友在未来看这一组啊 在下一个满月 有可能你们将会迎来在情感当中的一些新机会 新消息和新的希望 嗯 我们要读两张牌哦 忘记了 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我们又抽到了一张这个神谕卡 我们抽到是clore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个女神啊 正在从一个大门和结界当中走回来 然后 然后他好像刚刚在完成什么 然后有一种归家的和重新整理自己能量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嗯 好像是一个传送门 OK 我们看到正在升起的太阳 所以说呢 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一个阶段结束了 你们在 光荣的 或者说你们在 完好的去完成一个任务 不管这个任务在3D世界里边是什么 比如说啊 我辞职了 或者说哎 我离开了一段感情 哎 哎我我完成了一个项目啊 然后不知道未来再往哪个方向去重新整理和计划一下 宇宙来告诉你的就是你做的很好 不管你完成了什么 啊这次计划和这个 工作啊 这个任务你做的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你将在未来这段时间得到属于你的嘉奖 还有就是你们将会重新启程啊 有一些你们正在期待的 你们想要去计划的事情将会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有不少朋友 如果你们想等待一个结论 事业上的情感上的 这个结论也即将以你们喜爱的方式到来 个别的朋友 我觉得在感情上也会有不错的进展 或者说遇见合适的人 或者说这个合适的人终于开窍了 终于给了你一个 Cloria Eco 我觉得它其实等于一个New Start 一个Renew 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在这一次之后 我看到第一二牌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会修养生息 你们有可能会选择新的课题 你们有可能要去重新完成什么 但是宇宙又给了你们源源不断的新的机会和新的能量 我看到其实你们啊 整个人都是焕然一新的啊 这个能量场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那下面我们开始 抽牌 看一下啊 我们的Terra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哎 卡牌弹出来啊 Sun in reverse 这边什么 Night of Swords 逆位飞出来 我们就逆位的放在这里啊 嗯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还有什么样的 怎么样 Six of Bandicles 第二部牌的朋友啊 为了什么而嘴角上扬呢 戏 8 of worms queen of cups 宇宙正在帮助第二副牌的朋友及时止损 我看到对待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 你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光的人 你们有一个aura一个光彩光亮 或者说与众不同的一种气质 很像是这个牌当中的精灵女王 因此周围的人有可能经常的会被你们这样的一种光彩 或者说一种氛围所吸引 你们在不同程度上在燃烧自己 或者说在通过自己的方式照亮周遭的人 所以首先你们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一个重要的存在 你们一定需要在一个对的地方去发光 所以就在帮助你们去做一个 这个night of source 宝剑骑士代表了你们在做一个结论 你们在做一个改变 或者说所谓的断手离等等 离开一个让你们持续奉献持续燃烧持续闪光 而没有真正答案或者说没有真正的回馈的状态 或者说是环境或者是人事物都可以 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啊 不管最近你们在为了什么而去付出 有可能是事业 有可能是一个规划 有可能是一个人 你们其实在内在里边 在通过这些付出寻找你们真正的爱 而这个爱啊 一旦出现了 也代表了你们的课题可以完成 可以收尾 不需要再过度的付出了 你们将会被公平的对待 我们看一下啊 让第二排的朋友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觉得第二排的朋友是很会无条件的爱的人 很温柔很善良也很悲悯 two of cups six of cups 感觉啊 和情感有关 和之前的人有关 和分手也有关系啊 你把卡牌整理一下 coin of once page of swords five of cups 你以为 第一个让你们嘴尔赡扬的事情 第二排的朋友 如果有一些人啊 他们曾经 ghosting啊 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突然的消失 或者说 没有办法和你去继续往前走 他有可能呢 是一个你的感情对象 有可能是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啊 我看到有可能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人在内心当中绝对记得你的好 我看到他想回归到你的世界 并且给你解释 他的离开 甚至他对于你的一些当时的否认 当时的不理解 或者说当时你们之间沟通的一些问题 其实来源于他自我认知和自我学习的 或者说自我否定的一些原因 在内心当中真正 在内心当中真正热爱你们 然后真正 想要关心你们 想要重新融入你们生活的人将会出现 所以呢 有可能有一些人将会回归到你的世界 对你们say sorry 他们错了 有一种后悔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 真正的啊 不一定是过境千番 但是经历了一些什么 终于理解到你的重要性和你的付出 是如此的珍贵 因此呢 第二排的朋友啊 不管这个人对你来讲 当下是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说是不是你的心被伤透了 你们都将得到一个clower 有人将会回归到你们的世界 或来到你们的世界 对你讲出他们内心当中 热烈的真相 这个热烈是什么 是他们对你是肯定的 他们对待自己之前的一些做法 自己之前的一些行为 是有后悔的 有悔恨的 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时过境千 或者对于第二个阻碍朋友来讲 这个人这个事情不会让我嘴角上扬 他只会让我嘴角向下啊 甚至是 不舒适 不过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当中 你们的灵魂也非常需要这个clower 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 你们不一定 完全和这个人连结 但你有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 或者说你有可能被update 比如说哎 我不小心 然后看到了一些他的消息 或者说看到了其他人 给我的消息啊 或听到其他人跟我讲 他的一些故事等等 你们会真正理解 之前的一个阶段里边 你的付出 你的参与 对待这个人有多么大的影响 你是多么的重要 或者说你是 被记得的 你是被感谢的 你是被理解的 第二副阻碍朋友 这很像是你的一个前任 这也很像是你在年少 在青春的时候 经历过一些让自己 曾经付出过 付出过时间 付出过能量 付出过资源等等啊 去 努力疼爱的人 然后看到这个人 他有可能有成长 他有可能有蜕变 他有可能有真实的行动 想要回馈给你 所以一些朋友 你们将会得到消息 这些消息呢 我觉得会让第二副牌的朋友 在内心里边怎么样 我觉得你们会重新的去 肯定自己的爱 你们也会在内心当中 Oh my god The moon 你们也会在内心当中去 重拾那个 自己一直都没有找到的 或者说被自己按捺在 自己内心上深处的 某一个阶段的你 你将会重新的合一 重新的完整 你将会重新的正视自己 这三张牌都是大牌啊 The moon 这边是empers 皇后牌 然后这边是影视牌 OK 我们看这张牌的逆位 代表你的人生的一个课题 已经迎来了一个corer 而我觉得不管啊 还是一样 不管这个人 他在3D世界里边 你在得到这些消息之后 你是会好吧 比如说 背叛你的人失败了 比如他终于认清了 你在他事业当中的重要性 有可能对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 不一定让你开心 不一定让你有多么 多么强的一个满足感 但是你会为了自己 而真正的输一口气而释怀 这也是让你嘴角善良的原因 因为你们肯定了自己 也肯定了自己的爱 你们找回了自己 你们也补充了自己的 神圣因性能量 在这个旅程当中 你终于可以 透一口气 你终于可以不再悲伤 也终于可以去理解 你一直视而不见的悲伤是什么 从这些过程里边 你将会重新找到你爱的能量 这也是你的吸引力 这也是你的频率的提升 这也是 有可能是 你已经不再在意的心结的打开 但是心结还是心结啊 需要解开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啊 还有什么样的事情 有些朋友你们将会 得到一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有可能是不经意的 有可能是救人的 有可能是来自远方的人的消息 看一下这个消息代表什么啊 King of Pentacles Wool of Fortune Oh my God Six of Source 你们将会在事业上得来好机会啊 有可能会有工作的邀约 有可能会有钱财的流入啊 比如说突然出现了这个好的合作机会 或者工作机会啊 副业的机会 以及给你解决经济障碍 经济困难的机会 帮助你去完成当下的一些转化 有些朋友有可能创业 哎我需要资金 有可能是一些朋友 我需要一些资源 有可能一些朋友 我需要当下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你们将会意外的得到这个解决方法 而这个人也是你的贵人 我看到这是一个拥有能力啊 也带着资源的人 将会来到你们的世界当中 并且这是你们的一个 可以说是幸运使者 也可以说是幸运心啊 将会出现 在不经意之间可以帮助到你们 所以不少朋友 你们可以去 在最近这段时间啊 关注一下 哎有什么样的人来联络你 或者说如果有一些朋友 最近 被救的同事朋友啊 甚至是以前的恋人联络啊 大家可以试着去聆听 试着去期待 试着去连结一下 还有就是如果最近有一些问题 期待解决的话 不要担心 你们将会迎接到 解决问题的绝好机会 和绝好解决办法 包括金钱上的 很多朋友我觉得是工作上也有啊 寻找工作呀 更换 比如说我在更换我的职位 我在 期望生殖家庭 或者我在期待去解决一些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公司 我在做一个项目 在期待新的投资 这个全部都会达成 第二排 其实你们是有很好的人员 以及贵人运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们是有很多人的欣赏 如果之前你们曾经是 无条件的燃烧 自己去帮助周围的人的 你们将会得到 宇宙给予你们的回馈 这些人给予你们的回馈 紧接着有些朋友 你们其实是像是 点石成金的炼金术士一样啊 虽然说你们点的是青蛙 青蛙王子或青蛙公主 但是在未来这段时间之内呢 你们其实会比较容易 将你们的一些计划 和一些灵感实现出来 或者说你也会为周围的人 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 好的idea 好的建议 adwise 所以第二个牌的朋友 我看到啊 对待你们来讲 在职场上 在你们的这个金钱事业 这个方面 其实是非常容易成功 或者说将迎来一个成功的阶段 成功的一些机会 还是一样啊 我看到有比较专业的 或者说比较有资源的 尤其是阳性能量啊 对方是男性啊 对方有可能是长官 或者说他是一个 工作实力比较好的啊 这样的一个个体等等 有可能他会帮助到你 个别的朋友 你们将会 迎接到不错的工作机会 或者是升职加薪 在资源上 或者说你们的一些投资 之前做的投资的朋友 有可能有不错的一些回收啊 然后在未来的 看一下时间啊 跳牌坊我觉得蛮近的啊 lovers Ace of Ace of 哦不 sorry啊 Night of Wounds 权杖的骑士牌 随便能看到strength 力量牌 这件事情如果是6到8月 你们刚刚在做 或者你们正在计划去做的话 很多朋友我看到在未来的 就在当下啊 这个阶段已经出现能量了 有可能是未来的2到5个月之间 我看到2个月之间是非常多的 嗯 2个月之间 还有些朋友是10月到11月啊 嗯 然后比较容易快速的收到消息 有个别的朋友啊 其实你们的聪明才华 在被很大程度的接纳 所以呢 你们一直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 实力 或者说具备了非常强烈潜力的人 而这些其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有可能是之前的同事 有可能是之前的长官 周围的人在深深的记得你们的这一种能量 你们的光 所以你们是很容易让人过目不忘的人 那在最重要的时间 有可能来邀约你们 跟你们合作 或者说邀约你们来进入自己的生活啊 比如说做我的另外一半吧 或者说我们交往吧 或者做我的好朋友吧 做我的合作伙伴吧 这样的人是蛮容易出现的 其实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完全可以去相信你们的一些直觉上的想法 或者说你们为自己建设的一些计划 在未来这段时间是非常容易推进的 嗯 甚至如果说这是你的一个旅程 这是你的一个 嗯 个人发展的计划 或者说我去游玩的计划 然后我去 做一些会面 我就建一些老朋友的计划 这都是非常顺利可以达成的 并且会给你带来还不错的一些幸运消息 因此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无论你们最近在计划什么是比较顺利 以及比较容易在这当中收获一些惊喜的 你们的这个幸运之门啊 我们的will of fortune 转运的大门已经 重新为你打开 所以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看到这边有clore 也就是说当你去完成了一些什么 包含了在上个阶段你的一些工作啊 创业呀 合作呀 学习呀 或者说是情感 当这些事情迎来了一个clore 结尾结束 真正的完结 或者说完成了什么之后 你更容易遇见这些幸运和机会 因为你的能量场正在被重新的打开 重新的清空 重新的带来很多空间和缝隙 迎接幸运的能量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比较容易收获这些意外的幸运 并且这些幸运 其实是你曾经许愿过和计划过的 所以当这些事件一旦出现 或者说有一些消息之类的 第二排朋友会觉得 好巧 或者说 我恰好在想这件事情 消息就会到来 或者说电话就会传来 这其实是宇宙跟你的一种相应 第二排朋友 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生命当中是 相对来讲 拥有好运的人 但同时有可能 你们 在前一段时间 曾经就是缠寂过一段时间 或者说封闭过一段时间 孤独过一段时间 往你的世界走来的人正在 出现的路上 不过这张牌也提醒了我们 第二排朋友 你们需要让自己相对来说走出去 走出去指的就是 这边我们看到两张四号牌 四号是什么 休眠 暂停 等待 retreat 休息 休养恢复 你看到这边的美人鱼 在一个泡泡当中啊 ok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公主 然后在自己的小床上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下这个能量 要不要重新的打开和点燃 这个是你们说的算的 如果你们希望自己可以嘴角上扬的话 给周围的人事物一些机会 给周围的邀约你的人事物一些机会 包含了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事情或者说我之前搁置的事情 可以让我重新去整理和开始一下 你们其实拥有重新爱的能量 重新爱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 这个爱并不一定是小爱 我要去约会 我要去喜欢谁 而是喜欢自己 喜欢自己的人生 热爱你们在做的事情 这个爱一旦传来 你们将不再孤独 你们也将会源源不断的取得很多助力的 帮助你们的这些消息 或者说一些帮助你们的人 也即将带来你们的世界 我们看一下 7th of Swords 还有什么样第二副牌的朋友 我觉得之前如果有人在 还是一样 我看到有些人突然消失了 或者说离开你的世界了 或者说前任 或者说跟跟我们吵架 不太开心的一些朋友和同事 其实我看到你在被安安关注 而且这是一个救人 救人的能量比较明显 因为最近也在水星逆行当中 有一些事情将会卷土重来 不过第二排朋友不要担心 然后也不要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我的心就被打乱了 我突然不把瓶颈 不要担心啊 有些事情是不破不利的 我看到你曾经付出了很多的人 有可能会突然给你一个offer 有可能对方他想要和你正式的开始 或者说他正在计划 来到你世界当中的这个路线 是什么样的 他正在密切的关注着你 并且他希望可以给你回馈 我看到这个人 他其实内心当中是有热血的 不过他没有把握 能不能重新的让你去相信爱 或者说你愿不愿意 再给对方机会去回馈你 去肯定你 去回报你 这个都算 所以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在未来 特别是年尾啊 大约五个月 四到五个月之间 有可能在感情上会进入正轨 或者说 这个人他不一定是救人 但是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有可能你们会得到 比较踏实的 然后比较 嗯 有承诺能量的 有承诺能量的offer将会出现 我看到这是感情的offer 而且是一个 在内心当中忘记不了你的人 在爱着你的人 或者说一阵子不跟你联络啊 有可能有些朋友会跟你复联 啊 有一些人会来复联 或有一些人他会 思考好 啊 真正完成了他的蜕变 来到你的世界啊 我们说这个青蛙王子 变王子 或者是公主啊 嗯 沉睡的这个睡脸啊 正在变成一个公主 你们的世界里边将会出现重要的情感对象 所以一些朋友 你其实你们在感情上啊 有可能会进入稳定的交往 有可能会修成正果 这个是在未来四到五个月期间 比较容易发生的 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被表白 不管你们要不要接受 我看到这个人他会有一种 想要去尝试 然后不想 因为不甘心放下 不甘心忘记 希望可以重新再来 甚至希望自己可以拥有更多 啊 然后回馈给你 交给你这样的一个能量场 嗯 然后这 这一种表白 或者说这一种热情 或者说甚至是这一种 啊 关注 暗中关注 这个也算也会让你们嘴角上扬 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 其实你们知道对方是谁 我看一下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5 of pentacles 9 of swords 配着 pentacles 我觉得你们不仅知道啊 这个人有可能伤过你们 或者让你们曾经陷入过灵魂的暗夜 也让你们成长 但是你们其实已经对这件事情和这个人不抱有很高的幻想 嗯 这样的一个人 甚至这有可能是你的前任 嗯 这是你之前经历过的感情啊 不过我看到不管之前你们经历过什么 基本上都面临过一些失败 然后面临过一些 呃 想法降价值观念的冲击 然后也面临过 现实条件的一些阻碍 比如说这个人他的经济实力是不高不够的 或者说他现在的个人能量是不够的 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啊 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并不是一个 啊过度关注物质啊过度过度关注现实的人 其实你们是可以放开手去爱和去给予的人 你们一直都是 只不过在这个人的身上你看到了一些 三地世界的局限 你们有可能也为此灰心过 而我觉得啊 当你们真正的大步的走向你们的人生 去享受你们的人生 去啊 去将你们自己的能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也给自己的过去一段经历 一个真正的总结 一个真正的完成的时候 反而有一些 有一些属于你们的 或者说有一些 可以证明是真正在意你们和真爱你们的人 在这个时候会出现 所以要不要给这个人一机会啊 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可以自行判断 但我觉得你们将会迎来一些交流和沟通 或者说如果现在正在沟通的朋友 对方有可能正在瞄准机会来 想进行一些告白呀 或者想比较 真诚的来面对这个感情 或者说来真诚的给出一个offer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去 进行一个考虑 然后第二副牌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为了自己的 一些失败 失落和孤单而哭泣了 经常要嘴角上扬一下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其实是 你们会把自己推到一个比较孤独的状态 但其实周围的很多能量包含了你们的指导灵和天使 都在密切的关注和爱着你们 如果你们受伤了 最近这个阶段其实是你们 可以通过你们自身的蜕变 甚至是一些成功和成就 你们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的整理 来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有气场的 非常光彩的 来面对你们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们的内在在流泪的话 也不要哭了 内在 比如说我的心在流泪 我的心在不舒服 你们将会发现 其实 是你们在一段时间跟外界的世界 断开了连结 所以有可能你们 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当下 或者说还没有完成 或者说没有开始这个真正的蜕变 或者真正的这个renew 更新 你们的能量场正在被更新 还有就是有一些事情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啊 有很多事情轮流转之后你们会发现 你们将会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而且这是你们决定的 你们决定要什么 你们决定在未来拥有什么 你们决定你们的人生当中是 你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 这是一张Ace of Swords宝剑一号 在当下你可以通过理智 来进行一个许愿和判断 我看到宇宙将会给你们 你们最需要的 因为你们是值得的 星座上来讲 我看到水像比较多啊 双鱼巨蟹天蝎 然后看到有火象星座 你这边有这个 还有还有土象星座的朋友啊 狮子座 金牛座 让你们指导上的事情 我们再总结一下 首先是你们的付出将会迎来 回报和回馈 不一定是物质上的 但有可能是行动上的 有可能是情感上的 你帮助过的人 有可能会要还你的人情 会在你重要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你 还有就是你们将会被 被珍视 重视 被接纳 你们将会被表白 或者说被承诺 或者说被给予不错的offer 工作上的 感情上的都算 很多朋友你们 让你们开心的事情 其实是一些大事情 不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因为你们的新的阶段 已经到来了 所以宇宙来告诉你们的 就是你们是非常值得的 还有就是你们是 很重情义的人 而如果之前有什么人 伤害了你们的情意啊 或伤害了你们的爱 你们要重新的 让自己去振作和爱起来 然后你们也可以决定 未来想要什么 你们会让自己 在生活当中舒适的 和开华的笑 在未来一个阶段 你们将会得到 如果是小事的话 有些人 有可能是旧的朋友 同学 将会给你带来一些 让你开心的消息 这个消息会让你 重新的去理解你 你之前的一些付出和奉献 代表了什么 也将给你这个一个阶段吧 活过去的某一件事情 一个真正的core 真正的结尾 收尾和总结 好吗 我们最后看一下 这个神谕卡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张我们看到 是这个Sagittarius 射手座的卡牌 21号 我们这边是20 OK 我看到 你们将会看得更远 看得更广 因为你们的 层级正在上升 所以有可能你们会有 更高维度的角度 来看待过去的一切 射手其实是一个乐观的 并且开阔的 并且在大胆的突破 人生课题的 这样的一个卡牌 它也代表了远行 然后代表了学习 代表了异文化当中的突破 所以这部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将会有很多机会 去提高你们的见闻觉知 比如说有可能 你们会去更大的平台 看到更广的机会 你们也将会提升 你们的声誉 提升你们的个人能量场 在未来 你们将会看到更多 甚至你们将会看透更多 属于你们的是 内在的一种乐观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 怅然 乐观和释怀 而这也是你的 新能量带来的 你们将会变成一个新的人 或者说你们将会迎来 新的课题 新的机会 新的希望 而且你们其实走得比较高的 所以有很多人 有可能会帮助你们 会追捧你们 或者说会肯定你们 你们也是很多人的 指南针和风向标 第二章我们抽到是 manifesting and doing OK 59号 去冥想 显化 以及去做 OK 当然了 我们去许愿和冥想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显化非常重要 所以呢 你们的三眼轮 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可能在渐渐打开 对于你们来讲 你们有可能在 洞悉一些事情的 发展规律 如果能你会 预料到一些事情 是什么 怎么样发展的 或者说你会出现一些画面 你会出现一些连结 你会出现一些idea 也会出现一些声音和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多朋友 你们可以通过冥想 也可以通过许愿 可以通过连接你的大天使 指导灵的方式 来打开你的显化 打开你的视野 个别的朋友 是打开你的三眼轮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doing 继续去做 你该做的 继续去 在3D世界当中 通过实际的方式 去播种 去收获 去体验 去觉察 你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在灵性上 有很大的翻阅 而且你的许愿和显化 是非常灵 灵验的 所以第二排的朋友 其实你们基本上 可以在未来这段时间 心想事成 在年尾的时候 你们也将拥有 非常不错的机会 有可能这是你今年当中 显化出来的最大好事 而这件好事 一定会出现在 你们的生活当中 这会让你 不仅嘴角上扬啊 也在让自己去 走得更高 飞得更远 看到更多的机会 好吗 我觉得你们很 你的能量很好 然后 你们是有使命和任务的 这次人生 你们有使命和任务 有可能也在通过 这个阶段的突破 你们再去 搞清楚 去了解 或者说为自己去设定一些 你们想要突破的部分 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的爱 和你们的能量 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们再走这条路 基本上在对的路上 迎接新的能量 在满月前后 你们将会发现 有一些奇迹和一些 让你们惊喜啊 有一点意外 有一些惊喜的好消息 将会到来 这也会让你们 微微的嘴角上扬 然后希望大家 在未来这段时间 是开心 平安和幸福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 解决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也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非常感恩跟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连结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选到第三副组牌 我们的一颗绿色葡萄石的朋友们 神域卡抽好了 那今天爱起来分析的主题呢 是你将为什么而嘴角上扬 我们要看一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有什么样的好事 值得我们开心的是 或者说 让我们会有一点点 心灵上得到慰藉 然后得到一种 能量的回归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世界当中 希望可以通过这颗占卜 帮助到前来 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们 好 首先大家选到这颗绿色天然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神域卡 Oracle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一起来揭晓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张牌 Air Spirit 风的精神啊 Knowledge 知识 第一 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场当中啊 当下正在积累 或者说正在收取啊 前世的 今生的 你们积累的经验 你们积累的知识 你们积累的很多精力 给予你们的智慧 这些智慧呢 其实本身就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你们有可能是智慧的传播者 有可能你们是很会思考 你们是很会去做计划 你们可能很会读书 或者说当下你们正在去增长 你们的智慧 有可能正在通过学习 然后通过阅读 通过 嗯 你们个人对于这个生命啊 对于很多这个 包括知识体系啊 包含了一些技术上的理解 你们正在通过这些能量 让自己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所以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最近这段时间让你们 可以开心 可以确信 可以感受到能量的事情 有可能是阅读 有可能是学习 有可能是经验上的积累 如果是灵性的话 是灵性的修行 给予你们内在的充实和体会 有可能是非常多的 那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身上有风的能量和精神 有可能是风向星座 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 你们正在着手去做一些新的计划 你们正在去学习 正在去采纳 你们正在去 啊 合一啊 我听到是合一啊 比如说和你的前世 有可能和你的阿卡西当中的自己 有可能和你的指导灵团队 有可能是祖先 进行灵魂上的能量上的交流 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在最近这段时间之内 你有可能会极大的提高你的知啊 你的知性上的能量 并且你非常潜在的 可以把这些能量传播出去 如果最近有教学计划 或者是去学习计划 或者是去进行一些 信息的采集传播 研究啊 这样计划的朋友们是尤为突出的 有不少朋友 我感觉到你们其实是很博学 很有智慧的人 或者说 在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很容易掌握到这件事情的中心 内涵 运行的原则 或者说当中的一些规矩 规律等等啊 这其实是你内在智慧 所产生的能量 很多朋友 其实你们是这个能量的 缔造者 传播者 同时也是 去记录它 去传承它的重要的人物 让你们开心的事情啊 其实是 嗯 很有质感的事情 不少朋友有可能是 去读书 去考取资格证书 或者说去学习 去教学 有可能你们是很好的老师 你们有可能是很好的 记录者 这是第一张牌 给我们的能量啊 还有不少朋友 你们在解决问题啊 有可能你们是问题的解决者 嗯 第二张我们的这个神谕卡 超大是talent 我们看到一个舞者啊 有不少朋友 有可能你们是 呃在 除了智慧上的经验 在身体上的记忆和经验上 也非常具有能量的人 所以你们有一种天赋 有一种 灵魂上的内涵和智慧 个别的朋友 你们确实是生活当中的dancer 或者说你们是生活当中 再去说艺术创作的人 那这个knowledge 智慧和知识经验 也代表了你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 熟能生巧 发挥你们的天赋啊 这个天赋还是一样 你们的灵魂所储存的这些记忆 带给你们的经验 带给你们啊 本身你们就了解 你们的灵魂里面了解的事情 带给你们的很多助力 所以我看到你们的天赋 天赋正在被发挥 正在被理解 也正在被信任 也正在被周围的人看到 这个阶段里边 你们可能会很大程度的发掘 你们的潜能 有可能在你们的专业上 有更好的突破 还有就是 你们有可能在最近有很好的 这个艺术的创作 创造 不管是跳舞 是唱歌 还是说写作 还是说读书等等啊 我看到这是宇宙 给予你们的信息 所以最近你们是蛮有灵感的 还有就是你们的创意 和你们本身的能量 叫你们去走的方式 叫你们去的地方 就是你们当下最重要的 或者说你们的灵魂使命当中 带有的啊 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这个任务是你们要达成的 我看到你们会有 哎 这两个女神 by the way 长得很像哦 这两套不同的神域卡 你们会在 要去渡河 或者说去渡过这个阶段 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发现 你正在打开你的智慧 打开你的天赋和潜在能量 而且周围有很强大的指导灵 特别是动物指导灵也有 在帮助第三副牌的朋友 你们将会独立还有就是如果之前你们再去学习 那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也正在去啊 独自的走出去发挥你们个人的能量去创造属于你们有拥有你们色彩的作品 拥有你们色彩的啊 事物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的表达和你们的思考也非常重要 如果突如其来的有一些灵感 那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不管这个灵感来源在于哪里 要你们去做什么 你们都可以去倾听一下 有可能也在帮助你们打开你们的内在智慧 这是让你们可以为之 为之一阵和嘴角上扬的事情啊 下面我们洗牌来看一下啊 卡牌告诉我们什么 第三副组牌朋友能量是如何的 好 我们看都是8的Bones 10的Bandicles 3的Bandicles 我觉得你们啊 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最近将会有灵感的降临啊 这个灵感呢是来源于什么 尤其是你当下在去做的一些事业上的创造上的 嗯 或者说你想要有一个突破啊 如果面临了事业的创作的瓶颈期 最近你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有可能你啊 不小心或者说有可能你的潜意识 推动你去一个地方 或者说你有可能突然的翻开了某一部书籍经典 你有可能突然的看到了某一幅画面 某一件艺术作品 某一件雕塑 你有可能突然的会产生 哎 我被点点通了 或者说哎 我为之一阵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场 这张牌当中的朋友啊 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等待这个灵感的降临很久了 或者说这个机会很久了 有些朋友你们的机会在远方 或者说你们在去远行的途中 将会突然的得到某一种灵感的启迪 而这个灵感的启迪 也有可能是哎 我突然想要去学什么 我突然有了一个方向 有不少的朋友啊 当这个灵感到来 或当你们想到这件事情 哎 我突然想通了的时候 你会嘴角上扬 有不少朋友啊 我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们将会在自己的大脑 或者说你们的智慧啊 这个网里边 这个频率 或这个球里边啊 你的你的频率和磁场是一个光球 你将会在这个光球里边看到啊 非常闪烁的部分 而且这是独属于你的部分 这也在帮助你去创造你的梦想 所以很多朋友 你们最近是一个造梦者 有可能你突然的会 想到我 我未来想要做什么 或者说 你会拥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 很强烈的动力 想要去开始做一些什么 我看到生活当中 你是拥有激情的 或者说 不管啊 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在做什么 包括事业上 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 哎 我在事业上感觉有一点 嗯 枯竭了 或者说有一点瓶颈 或者这个事业并不是我喜欢的 不管是在做什么的朋友 你们都非常容易突如其来的被点拨 个别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将会赢得啊 工作上出差和远行的机会 或者说是掉任的一些机会 这个机会对于你们来讲 反而是帮助你们去打破瓶颈 一个很不错的敲门石 让你们真正推开一个新的大门 有个别的朋友 我看到啊 这件事情将会发生在下个月 嗯 未来看这一则占卜的朋友也是一样 第三组朋友 你们的事件发生是最快的 而且是最容易让你们啊 嗯 很快速的取得这个灵感 取得这个idea 或者说听到这个消息 并且为之一震的 如果在事业上 最近面临这个压力啊 面临着这种啊 竞争 或者说你们面临到了一些 还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瓶颈之类的 对待你们来讲 往前走一步 动一动和改变会更好 所以呢 这个牌里面也代表了 你们将会 自发的去改变 或者说迎来一些改变的消息 这些消息都是好不是坏 不管在表面上来讲 是不是我要去啊 失去什么 我要暂停什么 或者说我要去 告别什么 其实对于第三个牌的朋友来讲啊 这对于你们来讲 其实是一个喜讯 就是你们终于不用在 之前的一个阶段当中 去卡住了 这个卡的能量会在10月开始 特别是 下个月啊 马上就要有一些新兴的顺行了 包括土星也要顺行了 顺行之后 你们会觉得 有很强大的一个能量 让你们可以踏实的 安心的 并且展开你们的翅膀去做 或者说去计划 甚至可以去落地 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有财务上的好消息 有可能会有一些涨薪 或者说有一些好的订单 或者说 在做生意的朋友啊 或者说当下再去 期待好的合作的朋友 也将会拥有好的一些回复和回馈 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另辟蹊径 所以最近如果你们再去寻找 哎 我是不是可以拥有一些新的机会 将我的事业 我的学业 我当下再去求财的啊 这些手段等等 去升级或变化一下 最近都会有不错的一些机遇和灵感 帮助第三五牌的朋友 进行这次升级和改版 有一些朋友啊 我看到你们的事业将会增添新的项目啊 你们将会真正的长出 这个这棵树长出新的枝芽 新的枝叶啊 有可能一些朋友 你们将会打开事业上的枝线 比如说哎 你们发掘了新的客户 你们发掘了新的商品 新的企划 那在未来的这个 下个月开始啊 有些朋友将会迎来一波财务的进展 包括一些卡住的资金 然后包括一些啊 朋友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尤其是订单将会变多 还有些朋友就是 在生意兴隆的同时 你们也将会动手去创造出 更多的 更加丰盛的 更加花样 叠出的啊 花样更新的 更新换代的 好作品 好产品 来引起大家的关注 所以有些朋友 如果你们是公众人物 你们是做创作 然后你们有可能是在 社交平台 社群媒体上 要去啊 进行这些商业的 和自我的展示 这全部都是一个好消息 第三个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的 这个成就和成果 是来的最快的 而且也会 很实在 很踏实 并且让你们 嘴角向上的事情啊 其实是 很实际的啊 比如说哎 涨薪了 或者说金钱来了 或者说哎 比如说拖欠的 款项 OK 有一些朋友是 借出去的金钱 将会回归 或者说之前的一些投资啊 投入啊 基金啊 之类的啊 将会有一个好的增长 这都是让大家很确信的啊 集合的能量是 外出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好运啊 工作和合作上 将会带来一些好消息 还有就是财运上 将会有一些进账和进展 或者说会有一些偏财运出现 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最近在买彩票的话 有可能会意外重彩 会有这样的好事啊 所以这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将会迎来的一些 可以让自己嘴角向上的好消息 当然了啊 最近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觉得是比较 呃 焦虑的 或者是有竞争压力的 或者说生活上感觉到没有很多的情趣啊 没有很多的 嗯 改变 或者说哎 改变挺多 但是我感觉到压力还蛮大的 那我感觉到第三个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在未来一个月之后 会渐渐的感受到 这种卡住的状态将会被截绑 而且你们将会有一些好的机会 去远行和外出 或者说旅行啊 或者说小奢侈一下 嗯 享受一下生活 或者说你们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 比如说衣服 或者你们想去置办的物件 啊 然后感觉其实是比较丰盛的啊 所以你们可以去购入和买入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 这有可能也是在下个月会发生的啊 嗯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 让第三个部族牌的朋友开心啊 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很实在 而且来得很快 这是刚刚说到的 所以呢 有可能在看完这次占卜影片啊 当下我们是9月初 那有可能在啊 两三个星期之后 就会渐渐的出现这些 陆陆续续的好消息和好事情了 嗯 好 我们看不看啊 King of source 其他的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啊 King of cups 看一下 Hey three of cups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恶魔牌的逆位啊 Devil in reverse 好 很多朋友我觉得啊 你们在人际关系上也会迎来不错的 嗯 一些改变 或者说啊 你们会有机会和好朋友重聚 相聚等等 在情感上啊 有些朋友如果是异地恋的话会见面 或者说有些朋友工作比较忙 没有时间和机会去 消遣 放松 娱乐的话 在10月当中或者说在10月开始啊 未来这几个月份当中将会迎来一些跟朋友相聚的 呃娱乐的放松的好消息 个别的朋友我觉得啊 如果你们在之前和某个人 比如说朋友 同事 长官 家人 以及感情对象啊 这边感觉评级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到两张国王牌 比如说感情对象 比如说好友 同事啊 平 呃你周围跟你这个呃能量场年龄或者说身份地位相近的人 如果有些误会 吵架 呃断联等等啊 将会复联 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将会有一次提升 有一次新的整理 有一次新的好的互动 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将会欢聚啊 有好的见面 有些朋友你们将会被邀约到一些呃 聚会上啊 或者说你们将会去约会啊 一起去呃 比如说喝喝喝个咖啡 然后去个公园去个田园之类的 有这样的好消息 和好时光将会传递到第三副牌的朋友的生活当中 所以说我感觉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被邀约 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是还是一样 误会之类的将会化干戈为玉帛 尤其是在八月和九月之间有点吵架 有点不联络 有点相互误解 或者说有一些关系呢 突然的断掉 但是他有可能只是哎当下的几句嘲嘴啊 只是一些小误会而已将会被化解 你们将会发现啊 其实关系将会回归到一如往常的状态 并且你们也可以将啊跟这个人 或者说跟这一群人 有关系上更好的一次升级调解 所以说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在十月之后你们将会迎来一次放松 或者一波放松 你们也将会和周围的人有更好的沟通 有更好的情感上的交流 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最近压力比较大的话 这个压力也将会被释放 首先呢我感觉到在生活和工作上 会有人来帮助到你的 比如说是陪伴 也提供情绪价值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帮助你提供一些好的建议 可以让你真正的 拥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视野和智慧 以及想法去排除掉当下的一些难题 这些难题呢 包括经济上的 也包括在情感的一些纠结上 我们再看一下 情感上第三位牌的朋友 将会收到什么样的一些好消息啊 感觉是有这样的一些能量出现的 我们看一下 诶 Night of Wands 看一下 诶 Poker of Wands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卡牌 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 想要在生活当中拥有新的开始 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拥有一个积极的频率和磁场 这个磁场将会吸引周围的人对你们进行邀约 个别的朋友你们将会被追求 在什么时候 10到 11月 或者说是11月到明年1月之前 有两个有两段时间 有些朋友将会被追求 那追求会喜欢你们的人 或者说新的好朋友啊 新的感情对象 我们刚刚说感情上啊 感情对象 他将出现在你生活的周遭 我认为是朋友圈当中 或者说突然突如其来搬到你的周围 或者说来到你工作的生活的领域当中的人 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 看到这个人身上带有火的能量 或者说一定的这个异国的文化 异地的文化 所以他有可能来源于远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重新开始 我认为其实这个人 有可能是你的灵魂家族的家人 或者灵魂的伴侣啊 潜在意义上来讲 这个人他可以或可能的 跟你培养感情 以及成为正缘 有不少朋友啊 还好就是在感情上 你们将会走出去 如果当下你们在面临着感情当中 或者说稳定关系当中 如果一些情感能量是比较压抑的 消极的 或者说让你感觉到 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未来两个月当中 你们将会回归到一种 平静生活的状态 个别的朋友 你们将会走出去 所说走出去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决定和断舍离 去选择属于你的 有光亮 拥有很多热情 拥有很多活力 拥有很多机遇的人生 所以个别朋友 如果你们在当下刚刚结束感情 或拥有这个结束感情的一些 想法的话 有可能未来两个月当中 你们会实施 或者说可以重新的去计划你们的人生 我看到你们在没有条件的选择爱自己的人生和选择爱 所以呢 同样爱你们的人 爱你们的机会 以及爱你们的人生伴侣 也将会来到你们的世界 很多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出行运和交友运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在你们的朋友 或者说新认识的人群当中啊 或者说跟你们经常可以去Hangout 在一起 或者说有这个接近你们 邀约你们想法的人 将会给你们带来阳光 你们也是这些人的太阳 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的快乐和你们一个稳定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状态将会到来 所以这个DES 死神牌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从灵魂暗夜当中走出来 当下正在一个黎明期 而这个黎明期啊 就是早晨的这个日出啊 浮小 这个能量将会穿破云层 这个太阳的光将会穿破云层 照到你的世界当中 你的世界呢 将会出现然然升起的太阳 也会出现向日葵 也会出现可爱的陪伴你的小孩子 代表的是你的内心小孩 也将会被疗愈 也将会被真正的了解到 我看到让你们嘴角善良的是 第三位牌的朋友 其实是很轻怪的 而且是很解压的 而且是可以让你们拥有巨大的转变啊 不管以前 你们要逼迫自己做一个老气横丘的成年人啊 或者说充满智慧的啊 呃背负很多责任压力的成年人 还是你们要东奔西走 做很多突破 还是最近你们拥有很多课题 我看到在未来一个多月开始 这些课题将会迎刃而解 而你们也将会拥有很多出行的机会啊 这些出行的机会 出差的机会 或者改变居住地的机会 会让你们转变你们的磁场 而一些磁场是 呃我感觉不改变 或者不走出去 有可能无法真正的让阳光照到你们的世界的啊 这张戴死神牌 其实也有这个日出浮小的能量啊 黑暗已经过去 呃然后 一些旧有的这个能量 或者说 一些已经腐化了 一些已经没有办法重新集结的能量 将会以一个新的方式重新开始 所以呢 大家看到这个死神牌不要担心啊 死神牌其实代表了一个new start 啊 在我们谈论当中 死神牌的正位就拥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了 当然了 这也代表了一个旧的 或者说一个 已经不再支撑你和support你的能量的离去 这个离去 带来了一个新的cycle 也带来了一个 对你来讲啊 公平的一个解答 有不少朋友不管这个解答 是你是主动的还是对方啊 比如说我离开一个感情 是对方讲的 还是我讲的 我离开一个工作 是啊公司 或者说这个团队讲的 还是我提出来的 这不再重要 对于第3号牌的朋友来讲 未来一个阶段 你要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啊 重新来到你世界当中的人 或者继续陪伴你的人 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帮助你和陪伴你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你们在选择快乐 你们在选择充实 选择丰盛 并且啊 越是可以让自己向外去走 越是要真正的动起来 所以当下如果在做一些选择 或者说 有些朋友你们将要远行啊 或者说你们有一些计划是 在远方 你们会有一些新的 重大的改变 这全部都是你人生当中的好消息 这一定会让你追脚上扬 我还看到第3号牌的朋友啊 很有幽默感的人 很有趣的朋友 或者这是你潜在的人生伴侣啊 将会敲响你的门 并且他会叫你走出去 而不是来你家做客 是叫你走出去 你有可能会被邀约着旅行 会被邀约着出来啊 会被邀约着社交 或者看到一些新的天地 而这些新的地方和地区 或者说一些朋友 你们独自旅行的 这都没有关系啊 安全的状况底下 这一切都将带给你很不错的一些灵感上的提点 然后你们将踏着这个新的灵感和新的这个方向去建设属于你们的事业和属于你们人生希望 你们将要去到的地方将会帮助你们给予你们很多财运 也给予你们很多阳光的能量啊 如果要搬家的朋友 你们可以选择采光比较好的环境 或者说是可以接近到自然环境的啊 可以接近到一些 一些朋友如果是在闹市区这个生活 比如说在都市中心的话 那就选择比较热闹的环境啊 接近一些金融机关呢 接近超市啊 接近这个博物馆呢 艺术空间呢 这个都会帮助你们 因为这个地区的磁场将会帮助到你们 让你们拥有活力生机和 真实意义上的灵感和动力 这个动力会让你们将你们的想法 落实在行动上 让你们真正的走出来 有很多朋友在未来这几个月份里边 就会变得渐渐忙碌起来了 也会拥有一些新的朋友 也会拥有一些新的计划 也不管这些计划是什么 我看到将会给你们带来财富 也会给你们带来机遇 好吗 所以第三我把朋友走出来啊 走出去 还有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 想要实现 不要打 不要给自己破冷水 或者说 如果有一些人否定你们的话啊 或者说有一些人让你们 给予你们否定 让你们有一种无助的感觉 甚至让你们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或者现在的选择 现在你们所处的环境 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些负面能量的话 你们可以去做抉择 大胆的走出来 我看到啊 你们是Queen of Source and the King of Source 很多朋友啊 风向啊 水瓶 双子天瓶 还有火象 嗯 当然摩羯座和双鱼座也会出现啊 双鱼座天蝎座会出现在这道派里边 不要担心你们将会在这个路途上遇见 真实的啊 跟你们心心相应的伙伴 也就是说你们是不孤单的 你们将会遇见 有可能是best friend 啊最好的朋友 或者说你们将会遇见灵魂的伴侣啊 这就是你的伴侣了 在情感上啊 我觉得当你们去打开这个旅途的话 下半年当中是会有桃花的 我看到你们的选择和走到你们身边的人 基本上 是可以和你们同频共振的人 所以一些朋友如果想走入一段稳定的恋情 或者说想走入一段相互帮助相互相互支撑的感情的话啊 过了十月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感情上啊 就下个月当中有不错的一些选择和进展 如果在这个嗯三角关系和一些感情关系当中拉扯纠结的朋友 有可能在未来这一个多月期间你们将会做一些选择 或者说你们将将会主动的走出来 不在选择当中纠结 因为你们会跟宇宙连结 希望宇宙给予你们最好的 你们也值得最好的 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啊 建立属于你们的人生 特别是独立的去建立你们的这个价值体系啊 当然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有这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的 你们有这个判断的 大胆的去行动一下 你们将会有非常丰厚的回馈 你会有人在这个路上来帮助你们 我看到是很热情的人 很青春的人 很有活力的人 给你们注入能量 新鲜的能量 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出行运很好啊 如果你们有计划去旅行 或者说去放个风 度个假 去走一走 或者说去一些名胜古迹啊 去一些庙宇当中祭拜一下 这个都是很有益的 好吗 或祭拜一下祖先都是可以的 还有第三个牌的朋友啊 我感觉到出行会带给你们 好运 那如果有一些远方的朋友 异地的朋友啊 或者说一些朋友是异地恋情 对吗 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去相聚 或者说被邀约的 安全的状况底下 我认为出行会带给你们 很丰盛的能量 会带给你们满载而归的能量 有不少的朋友我看到啊 邀约你的朋友或者说这个伴侣 或者说这个对象 他蛮幽默的 蛮活泼的 还有就是很懂计划 或者说有一定的计划 这个人是你的开心果啊 将会时常让你嘴角上扬 好吗 第三个牌的朋友 所以呢 如果最近的这段时间 你们在生活当中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转机和契机 还有些朋友是在 要不要走出去 我要不要接纳新的人和 要不要去这个地方看一看 考察一下 观察一下 游玩一下 再纠结 犹豫的话 STARC推荐大家出去走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讯息啊 给大家 Eat of Cups Hyperstice 你们是被保护的 宇宙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是被保护的 所以跟着你们的直觉走 你们将会拥有很强烈的一个 光球 我觉得很像这张牌当中 我们说光球嘛 其实两张牌当中 都是有光球的能量啊 你们在被保护着 保护你的 是你的高我 也是你的指导灵 也是你的祖先 但同时我觉得 其实你们给予自己的保护和智慧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万事 不需求人的人啊 基本上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 和直觉去化解 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号牌的朋友 你们是很有实力 也是很聪明 冰雪聪明 或者说你们很懂得 在什么样的时间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转化自己 所以说 Strazy感受到的就是 不需多言 不需多言 你们知道谁可以信赖 谁可以去 接触 还有就是你们会适时的去转化自己的频率 也会去做进化 推荐大家多去 走动 最近这段时间 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被动的也要走动 比如说公司 再给你们这件计划出差 有可能你们要去一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看到就是出现在你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出厂人物啊 新的出厂人物 或者说即将出厂人物 不管是男生女生 还是一些朋友想回家看一看 要接触的是父母亲 兄弟姐妹 亲戚 这些人其实都对你们是善意的 有一些误会将会被化解 还有就是你们将会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欢聚的机会 所以跟人接触 对大家来讲是OK的啊 没有关系 这是帮大家看到的能量啊 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其实是创造者 也是很多事情的这个开发者 或者说始作俑者 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啊 你们的天赋和你们的创造 在被肯定和保护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拥有灵感的话 可以走入人群和走到一些人的身边 紧接着我看到你们将会被很多人欣赏 被很多人所在意肯定和关怀 是真实的关怀啊 然后真实的关心 或者说真实的想要去帮助和保护你们 这些人将会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边 也会让你们很宽慰啊 好最后看一下 我们的指引牌 我们的这个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 第一张我们抄的是第二号啊 我们这边有一号 我们这边有二号 好 有很多新的事情正在开始 而且是随着你们的直觉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是overrate your intuition 高估你们的直觉啊 你们的三眼轮在打开 而且是很亮的在打开的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透很多 还有就是你们内心深处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想创造什么 你们在搞定什么 第三个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身上这个风的能量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就是你们是要通过智慧 通过你们的大脑 通过你们顶轮和宇宙的连结做事情的人 不少朋友你们是脑力工作者 或者说你们是艺术创作者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所以你们想要做这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朋友会说 哎我上班 但是我想去试着做一下 或者说我一直在做 我想要去将它做得更好 更加展开延展 与这告诉你啊 高估你的直觉 你的直觉没有错 还有就对待一些人事物的判断 都可以运用你们的直觉 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直觉 趋吉避凶 而且创造和显化出更多的丰盛 好第二章我们抽到的是40号啊 water element 水的元素 水元素是什么 双鱼天蝎巨蟹啊水像大三角 sensing 感受 一个是直觉一个是感受 所以你们的感受能力啊 我们看到牌底这边有一张女祭司 8 of cups 你这边有是灵性修行啊 在灵性修行这件事上 通过你们的直觉和感受去修行就可以了 所以最近如果你们在啊 用什么样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法门 或者说在呃实践和感受 往往这种感受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而且是来源于你的高我最高的神识 给予你们的啊 你们下载出来的很多信息 这些信息和感受有可能也会集结啊 这是你的天赋之一 所以有不少朋友啊 其实你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你拥有这样的水平 或者说你拥有这样的实力 来帮助你将你的天赋真正的 显化和创造出来 所以我觉得你们拥有很强的创造能力 如果最近想要去写什么 记录什么 或者说创造什么 或者说一些朋友 你们是在做这种音乐呀 歌舞啊 艺术方面的创作 你们会有神来之笔的啊 神来一笔 嗯 在最近这个阶段 我看到其实你们的感受能力是很稳定的 它不是那种波动的 或者说 我当然了 我们都是人类啊 我们会随着越圆越缺 拥有不一样的感知 有不一样的感受 或者说会通过我们的情绪啊 甚至通过我们的情绪化 去了解 去传递 去连结 尊重你们内在神是需要的 相信啊 你们用的方式就是最对的方式 你们去感受到的 就是你们最需要去连结 和传递出来的信息和信号了 这是宇宙的 一种美 这是宇宙的一种模式 这是来源于高维度啊 你们下载出来的 很多与众不同的 呃 有可能是声波 有可能是图像 有可能是频率 有可能是aura之光 好吗 你们是这个光的传递者 呃 很多朋友如果你们读牌 如果你们在做灵性修行 如果你们在学习这一方面和感受这一方面 这都是你们灵感大开的阶段 哦 所以这也会让你们当然是嘴角上扬 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也在默默的去 关注和给予你们这些养分啊 在你们去感受的同时也让你们去拥有一些好的 跟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 去平衡你们的阴阳能量 有这个balance好吗 好 这是帮第三部牌的朋友去连接到的能量啊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当中 平衡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感受 跟着你们的直觉和你们的感知 去进行这一场人生的创造 3D世界的创造和历练以及经历 呃 祝福大家在这个阶段当中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 我看到你们的三眼轮和顶轮在闪着光 也正在去帮助你们做未来的调整 呃 相信你们就没有自身就没有错了 因为你们自身本身就拥有一个很强烈的光环 也在帮助你们去屏蔽和保护你们的能量 屏蔽掉负面的能量 所以呢 我觉得这第三部牌的朋友啊 你们的一切都刚刚好 而且也会在对的时间渐渐的展延展和打开 呃 祝福大家 然后也非常感恩跟第三部牌朋友今日的连结 呃 让我们在下一期的占卜当中再见吧 拜拜